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所有省级地区的标题 下面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当你点击某一个省的时候 在这个下面呢 要列出这个省下面的 是的信息对吧 我们这个写好像写反了是吧 找到这个页面 把它改一下 这里面请选的这个 是啊 这里面有一个请选的线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选择一个省级地区的标题的时候 他就应该去请求这样一个 省下面的是的信息对吧 所以呢 你需要去绑定这个下拉列表框的一个 选项改变的事件啊 注意啊 这个你一选择 每一个选择的时候 这个选项呢 就发生一个改变 他有一个事件叫做change啊 所以你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呢 先折起来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需要呢 去绑定啊 绑定啊 这个prv下拉列表框的啊 列表框的这个 这个change事件啊 当选项一发生改变的时候呢 获取 下面的 是的啊 下面的是的信息 好 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也是这样的 你绑定他就是dollar 然后呢 写上一个警号 prv 然后呢 他的change事件就是点 change啊 然后呢 有一个对应的function 好 在这方式里面呢 你应该呢 去发起一个 请求 发起一个请求啊 那么这个请求呢 我们请求谁呢 比如我们就请求这个city啊 请求city 那么获取 省下面的 市的信息啊 获取 省 省级地区 获取省下面啊 市级 地区啊 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想一想啊 我去请求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应不应该带参数过去 应该 应该带什么参数 对应的id 对应的id对吧 我要告诉他 我要你获取的是 哪一个省下面呢 它的市 所以呢 我们需要呢 将这个 哎 你点击的这个省的 id啊 给它带过去啊 那么既然获取这个省的id呢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 其实可以拿到啊 你看到 dollar this呢 代表你点击的这个选项 对吧 那么这个选项呢 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value啊 这个value呢 就是这个 你点的省的id啊 这里面 我就在这边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获取了 获取啊 好 哎 获取 少 哎 获取点击省的id啊 获取 点击省的id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请求了 那么请求的时候啊 现在你要把这个参数 给它传过去 有几种方式啊 我们现在讲完了 有几种方式啊 好 这里面啊 如果我们用这个get的话 对吧 我们用get请求的话 你有这么几种方式啊 首先你可以呢 使用这种方式 叫做city city后面呢 你给它写上一个问号 问号后面呢 写上一个prv id 等于 这个pr 加上这个prv id 哎 这是不是一种传参的方式 对吧 你通过get啊 去提交参数 那么在后台呢 可以通过request 点get呢 去拿到这样一个参数 对吧 这是一种啊 这是一种 然后除了这种之外呢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种 那么这一种的话 你可以呢 把这个prv id呢 给它写到这个地址里面 然后在地址里面呢 我们在配置的时候呢 可以补货这一部分啊 这也是一种传递参数的方式啊 哎 注意啊 这两种都可以 你用哪一种都可以啊 用get提交也可以 用这个参数补货也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演示一个通过这个参数 补货啊 我们写一个 prv id 这里面呢 我们来一个叫做 data 来一个data啊 OK 那么这是这一部分 好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写完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就要处理这个回调函数了 好 回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地址 我们在要补货这一部分参数的话 你在这边进行配置的时候 你就需要呢 去加上ul 啊 新 然后呢写上一个 city city后面呢 你就要匹配这个数字的啊 补货 斜杠地 加 哎 写上一个 到了啊 哎 这是一种其中的方式啊 我们就到views.city city啊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哎 获取 那么省 下面的 是的 信息 OK 那么 然后呢 在这个啊 views.city里面 你想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啊 定一个制度 叫做define define 定一个city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quest 好 然后呢 补货了参数 你要接收 哎 比如我这个就叫pid 好 他呢 哎 就是 哎 获取 获取啊 pid 哎 它的下级地区的信息啊 然后 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根据这个id去获取它下级地区的信息 好 好 看到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讲过啊 这里面其实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你可以呢 先根据id呢 先查出这个地区 哎 第一种方式啊 看到 errorinfo 点 object 点 get 然后写上id呢 等于这个pid 我先获取这个地区 对吧 获取这个地区之后呢 我要查询跟这个地区关联的下级地区的信息 那么这个呢 是由这个1去查 多 errorinfo 下级set点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啊 很注意 这是一种方式 哎 这里面啊 首先这里面是 哎 获取pid啊 对应地区的下级地区 好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有给大家讲过 涉及到关联查询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 使用这个 类名 点 object 点 filter啊 filter 说写谁呢 写上 这个条件 对吧 这个就要求 这个地区 它的复级地区的id 等于 他 所以你这边应该写的是 a parent啊 下号线 哎 下号线啊 id 对吧 等于 pid啊 等于pid 注意这个啊 这个也可以 我们写上这个 avers啊 OK 有了他之后 我们最终 是不是也要返回一个阶层数据 你看到啊 返回的格式 其实是不是一样的 直接跟上面一样啊 直接呢 把它 拿过来啊 拿过来 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啊 也是 查出对象数据之后 便利拼出阶层数据 然后呢 进行 返回 那么这边呢 在拿到之后 哎 他要干嘛 哎 对吧 哎 这里面一样的啊 也就是便利 那么 获取啊 就便利取值 哎 便利啊 哎 进行取值 那么 添加到 哎 是的 下列表空 也就是 city 下拉 列表 哎 框中啊 OK 那么这个呢 其实便利的话 跟我们之前也是一样的啊 首先我们在便利之前 我们先获取一下这个city下列表框 直接就是city 等于 到了 警号 city啊 然后 那么 跟上面的一样的话 我们也是先把里面的这个数据呢 给他拿到啊 你看到跟我们上面一模一样啊 首先 先获取这个东西 只不过名字 你需要变一下啊 这里面呢 只是也是 一样呢 在这边 把这个呢 首先先获取这个阶层数据 然后呢 获取完之后呢 下面呢 哎 获取这个city下拉列表框 然后呢 获取这个city元素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 也是这个city 好 在这里面呢 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便利 这个便利的过程呢 其实也是 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 哎 直接在这里面去便利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我们应该呢 去便利这个 二颜色 好 拿出这个地区的ID 地区的标题 然后呢 拼接出这样一个字符上 对吧 最终呢 现在后面 你需要发生变化 是向这个city 下拉列表框中 追加元素 哎 直接写上一个city啊 写上个city OK 那么这样写的话 哎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个过程啊 找到我们这边 下面呢 刷新一下 我们的这个页面 好 当我呢 一点击某一个省的时候 哎 你看一下 试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呢 我下面啊 我换一个叫做陕西 然后陕西呢 你点开之后 哎 这下面是陕西省的市 但是上面呢 你上一次点击的 河北的啊 哎 他已经也存在过来 他是追加啊 所以你在这边 你要注意 在这里面 添加之前 首先 清空city 下拉列表框啊 在这里面 你需要呢 去清空这个city的 下拉列表框啊 就是在这边 清空 哎 这个呢 就是直接的是 city点 清空 他的紫元素 叫做 MPT MPT里面呢 他默认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有这么一个 请选的事 我们要给他再拿回来 所以呢 你要再给他加回来 直接写上一个 open的啊 然后呢 直接在这里面 把它 OK啊 OK啊 这个写错了 是吧 写在这个地方啊 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city点 MPT点 append 直接把我们这个 请选择式的这个元素呢 再给他 加回来 因为我们MPT呢 是把所有此元素都清空 都清空 OK 那么 这样写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效果 刷新 然后呢 点击这个 河北 然后呢 这里面是河北省下面的市 好 你再去点击这个 山西 对吧 这是山西下面的 这就没有呢 追加啊 它是清空之后再去追加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哎 那么 省的下列表空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要获取省下面的市的信息 上面的最后一个呢 你看到这个啊 那么 在我们这里面呢 你选择了某一个省之后 你选择某一个市的时候 对吧 我是应该去获取这个市下面的 线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绑定这个线的 下拉列表框的一个事件啊 但其实我们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你把这个写完之后 它下面都一样啊 哎 看到这边 这里面绑定这个 CT下列表框的事件 获取这个市下面的 线 哎 它的信息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dollar 警号 City啊 警号City 哎 改变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我要做的就是 发起一个请求 哎 这个请求 我们请求谁呢 比如说啊 我再来一个请求 写上一个this 然后呢 这里面是获取这个 市下面的啊 县级地区的 信息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先获取这个 点击市的ID 哎 就是dollar this.value 这里面呢 我就觉得说 CT ID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呢 比如说 我就知道 this this后面呢 我要把 你点击的市的ID呢 给它传过去 我们就写上一个 CT ID 好 最终我们返回的这个数据呢 你看到 是不是还是应该这个样子 还是应该这个样子啊 获取这个 哎 返回的数族 哎 从这个阶级里面 拿到这个数族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获取这个 哎 this下拉列表框 把这里面呢 改成这个 this啊 哎 这里面也是这个 this 然后呢 把这个this的 首先先给它 清空 好 清空之后 那么 这里面呢 叫做 请选择 线 哎 对吧 然后再往下 我是不是便利 便利的话 我这里面追加的时候 应该是往这个 this啊 就是线的这个 下拉列表框中呢 进行一个 追加 好 然后啊 this ok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是的 下拉列表框选上方改变的时候 获取它下面的 县级地区的信息 那么现在你就考虑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址对应的 是图我应该搭写 好 我是这样写吗 你看到啊 define写上一个this 写上一个request 然后里面呢 我要有一个参数 对吧 pid 好 在这里面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 还是获取这个 这个id等于它的下级区的信息 然后呢 拼接出一个接层给它返回 那你看到跟我们上面这个 一不一样 对吧 哎 它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 你没有必要写这么一个函数 你可以呢 在这边直接去 哎 我可以再匹配一个地址 对吧 我也可以不匹配啊 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写一个 this 斜杠地 加 哎 到了 哎 这里啊地址对应的都是这个 views点 c点啊 其实 无论是你获取省下面的市 还是获取市下面的县 都是根据复级的地区的ID去查询 跟它查询它的下级地区的信息啊 哎 这里面哎 这里面就哎 获取市下面的啊 下面的县级地区啊 县的信息 OK 那么这个的话 你把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在这边刷新 直接选择这个河北 然后一点开河北下面的市 然后呢 选择这个形态 哎 一点击形态下面的线 对吧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再换一个保定啊 这是保定下面的这个 线啊 保定 啊 这是它 那么 然后呢 你在这边 比如说我现在换一个省啊 注意要换一个省 换一个省的时候呢 下面点开线 哎 是不是还有看到没有 这是你上一次的啊 我还没有选的这个市呢 它就这个线里面就有了 那么 这一步的话 其实就是你省的选项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不光要清空市的下列表框 你还要清空这个线的下列表框啊 就是在这里面 你还要再去多加一句 就是找到这个 这里面啊 看到我们这个省的下列表框发生改变的时候 哎 首先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清空这个市 对吧 我还要清空这个线 其实清空线的这个代码呢 在这边 已经都有啊 我们这个代码 那你只要 你只要 懂了一个啊 OK啊 哎 这里面呢 就是获取 哎 线的下列表框 然后呢 进行清空 清空之后呢 我再进行一个追加啊 进行一个追加 哎 你在这边直接刷新 好 选择 了解 哎 选择他 哎 他的下面线 然后我再换一个 江苏 然后你再点开 哎 他就没了啊 清空了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省市选择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这个例子呢 你就分布来做啊 你首先先把这个哎 省的下列表框给他搞定 搞定完之后呢 你在当你的省选项发生改变 或者是市选项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就获取他下面的相应的哎 下级地区的信息 然后呢 再便利去追加到我们的下拉列表框里面啊 里面 哎 他就这样几步啊